不管是花生粉 花生酱 我们先要有这个花生的来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100公克的熟的花生 我建议大家尽量买这个花生是没有味道的 那如果你是买到带着淡淡的甜 也都可以 或者你买生的花生回来炒 炒到香味出来 然后你这样子一剥 你就掉了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些皮给剥掉 那你可以用比较慢慢剥也可以 那我今天用这个筛网就在筛网上面搓 好 蛮快的这个皮最后都会掉 然后我们让它筛到底下去 就大概筛到了 皮都脱掉了 那你甚至可以筛选一下花生 比较差的就把它淘汰掉 像有的说法说这个小小的头的部分 有人说都要拔除 有人说这是黄麴毒素会很多的地方 但是没有关系 我想我们尽量买新鲜一点的 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 个人如果你觉得你就是想要拔掉 你就可以把它拔掉 不介意的朋友你就把它留着都可以 把一些麦相差的稍微淘汰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样筛了以后底下 就会有一些这个皮掉下去 但有一些大一点的皮还是不会掉 这时候我们可以再拿另外一层的滤网 稍微的过滤出来就好了 我们可以再拿大一点的这个筛网 像抖一抖以后 这个大的皮就会从这个洞里掉下去 好就是照这样的步骤 留下所有脱皮的花生 我们第一个步骤教大家就是 怎么样把它变成基础的花生粉 非常简单 大家只要有一般的果汁机 或是食物处理机 我今天用美扇品来示范 我们利用它的快速的搅打功能 一般的果汁机你就是 直接用这个高速来打 那也不用打很久 我看20秒30秒 你自己看它状态 变得细的粉就打稍微久一点点 不可以过久 你要在旁边看 因为过久了 它的油脂出来就开始变酱了 从花生粉到花生酱了 就是持续的再搅打就是了 那我们现在先把它变成花生粉 你把盖子关起来之后 我们就要运用这个turbo键 就是快速 最快速 也就是速度10的意思 我们用快速按压 8到10次 我大概按压10次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不是已经成为这个细的粉状了 好香喔 其实光只是这样搅打 我觉得好香喔 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变成这个粉的状态了 所以如果你是美扇品的朋友 你看非常的细致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 这就可以拿来加一点点的糖粉 或是这个细一点的糖 把它混在一起 就可以变成这个包麻糬 或是粘在汤圆的外表 之后会不会大家示范 我们汤圆的另类吃法 就是可以用这个花生粉 直接粘在外面 非常的香喔 好 这个花生粉 其实已经完成了 如果呢 大家继续要再成为花生酱的话 我们就继续再走下去 像有一家团购的花生酱 非常的有名喔 额外的油不用加喔 那如果你喜欢油一点 当然也可以再加点额外的油 比如说什么酪梨油啦 葡萄籽油啦 玄米油都可以 可以再加一点点油 让它的酱料的这个油脂更为丰富 但据我知道 其实光是这个花生喔 你要一直继续搅打它 它就会变成酱的 它可能有点浓的时候 你可以再加一点液态油喔 去让它变得比较好涂抹 那通常我的花生酱喔 我的做法就是 继续打这个花生粉 我们加一大匙的砂糖 或是冰糖 然后另外的是加一小撮 就三个手指捏一小撮的盐喔 那如果你是本身就 选这个带一点点咸味的这个花生 你就不用再捏那一小撮的盐了 而涂抹的花生酱我就不再做了 那我们继续再做下去呢 就是一个包汤圆的馅料 如果今天你没有要做流沙板喔 其实你现在就用这个花生粉 然后我们搭配了是70公克的砂糖喔 糖粉的流动性就没有那么高 因为它里面有玉米淀粉 那无所谓你看你手边有什么材料 那最后就是固态的油 你也可以选这个butter 那我今天选的是猪油板油 甚至有人用白油 但白油说真的我个人比较不建议喔 那我觉得用天然一点的油脂 就是猪油啦牛油啦都可以喔 那这种固态油 甚至你可以用更健康一点的 比如说这个在23度以下就会结冻的椰子油喔 但是椰子油的味道比较重 的确会抢一点花生的香气 那这个都看个人自己的喜好 我们就选固态油 60到70公克 是不会流动的 就是一般的包馅的喔 你就把直接拿这个花生粉 再加上我们刚刚的糖跟油喔 全部融合在一起 这个版本 如果你直接混在一起 不再经过搅拌机的这个馅料版本 是不会流动的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需要它流动喔 一般市售的饭店是把 油脂拉高到4倍 比如说我们是100公克的花生粉 如果是饭店它会加到 400公克的油喔相当的高 我觉得这个对身体负担比较大 那我建议大家我们运用果汁机 或是搅拌机的功能 把花生粉原本里面还有的油脂 再次的引出更多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少加很多 所以我今天基本上我只加了 60克到70公克的猪油喔 或者是牛油 然后我们运用100公克的花生粉 那我们现在继续如果要做成流沙版的 请继续跟我做下去喔 就把糖60到70公克也都可以啦 那我自己买比较喜欢的比例是70公克喔 比较甜 那我觉得做汤圆喔 因为它的这个糯米已经是没有味道的 如果我们再加上汤圆馅料不太甜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那个汤圆的感觉 我还是喜欢吃甜的汤圆喔 因为你担心身体的问题 你可以减到50身体 那现在其实我才打了30秒钟 我先让它暂停喔 因为我想要刮一下旁边的这个盆喔 然后顺便看一下它的流动状态是不是够好 把盖子打开 好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盖子上面有喷到一些喔 你可以也把它移下来 我觉得其实它的流沙状态还不错耶 看到喔 其实我才打了30秒钟喔 你可以随时观察你家的这个果汁机喔 因为几乎所有的果汁机都可以这么做 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状态喔 我觉得这个状态 其实流沙的状态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我们就想像 我们煮热了以后 它流出来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子喔 那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了喔 芝麻流沙汤圆的馅料已经完成了喔 有些地方没有办法刮得很干净 我可以分享大家我一个方法 我自己觉得又不会浪费喔 像我今天刮的算很干净 你可以刻意不用刮那么干净 里面呢我们就加上这个市售的鲜乳 或者是豆浆 我们就会可以把它顺便洗锅 然后顺便打成一杯的这个花生牛奶 我觉得非常好喝喔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加了洗洁剂喔 然后呢再让它快速搅打以后 你看整个锅子其实已经被它洗干净 刀头也洗干净 再要再清水清一下就好了 所以大家运用果汁机也同样可以用这样方式喔 加上清洁剂以后让它搅打一下 其实整个果汁机就洗干净 流沙的这个花生馅料已经完成了喔 但是我们需要呢冰到冰箱喔 让它稍微冷冻一下 我们才可以塑成一个一个的这个馅料的圆形 塑成圆形之后还要放到冷冻室 冷冻成硬硬的状态喔 这样子我们才会在包的时候非常好包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流沙的状态喔 其实就是这样子非常滑顺 如果大家再多加搅打的时间喔 它会更湿更稠 因为花生里面的油脂完全被引出来的时候 会非常湿的喔 但是因为我觉得包到这个汤圆里面咬出来 如果太快的流出来这个馅料 我们也会觉得啊 怎么一下就像水化掉了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这样的浓稠状态 我们就想像加热以后它流出来 咬了以后流出来就这样子 现在这个酱料呢也是花生酱 它是比较heavy版本的 就是所谓油脂比较重的版本 因为我们额外再加了猪油喔 或是牛油 如果你不加油脂的就是清爽版天然自然版的 从冰箱挖一口就可以直接拿去吃 非常好吃 直接拿涂面包当然也是很棒啦 那只是说大家如果健康的考量比较好的方式 还是不要加这个油喔 直接打出来的花生酱喔 直接这样吃 已经就够好吃了 那如果说你要增强版的 不在意油脂的 真的可以把这个也当做花生的抹酱喔 好好吃喔 接着就要把这个酱料喔 直接放到冰箱冷藏室 先冷藏一下 然后我再来塑形喔 流沙的花生馅喔 我们放了在冰箱 已经大概四到五个小时了 那因为有固态油脂的关系 所以它现在可以凝固成 还算凝固的状态 但不会太硬喔 我们就用这个挖冰淇淋的小勺子喔 你的馅料要多少 你记得就是买这个比较小一点size 它有各种size 我现在这个大概 挖出来大概是十公克左右的内线 这个冰冻的时候 我们稍微的做一个简单的整形 之后呢 通通都要放到冰箱的冷冻室喔 因为现在冷藏还不够 冷藏了以后喔 稍微的还算可以成型喔 但真的很软 大家就是要小心一点啊 你看我在手上再久一点就化了 那赶快 我们动作快 不用太过整齐没有关系喔 就是大概 夏天操作的时候 可能更要小心喔 还好现在是冬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病丶 队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